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Viva Engine 目前GT赛车7已经是确定要在明年的3月4日正式登陆PS4和PS5平台 那么今天我们就通过它刚刚发布的这一套宣传片来总结一下 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有关GT赛车7的相关信息 那么首先我们来为大家回答几个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 首先是游戏的操作手感方面 那么它的物理应该是会跟GT Sport比较的相似 但是今年它应该是带来了时间的时时变化 天气的时时变化 以及赛道条件 赛道抓地条件的一个时时的变化 那么目前在赛车的改装方面 它会和GT Sport一样支持涂装的完全自定义 赛车的外观改装看到有轮骨尾翼甚至还有宽体 我在宣传片当中发现可能还能够单独的去改赛车的包围 性能方面的话是分了四个等级去改装 同样车辆的性能会有一个评分 关于连机方面 连机方面的话 FIA以及跟GT Sport一样的匹配竞技 应该会继续留在游戏当中 那么本作还会看到一些新车 主要还是一些虚拟车 还有一些老车的回归 那么赛道的话 有两条经典赛道 Tribe Mountain以及 High Speed Ring 这两条赛道会回归 那么新的其他赛道目前还没有看到 最后GT赛车将会继续保留驾效 以及与FIA相似的驾照系统 好 接下来让我们来仔细的看看这套宣传片 刚刚上来就是一个雾气的散开 那么接下来是保时捷917的这台概念赛车 可以看到上面天空云彩及时间的变化 然后背后是一套保时捷的经典赛车 有有C组的有A组的等等 那么再往后这边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地面的材质 那么这套材质我觉得可能只有在PS5上能够享受到了 地面上的这个滑动的这个树叶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赛车的一个抓地理 大家如果看过头文字的第三步的话 应该知道这个树叶有多可怕 接下来来到的是这个Trial Mountain 这个回归的第一条经典的赛道 这条山间赛道可以看到有山间的雾气 不知道雾天会不会成为游戏当中的一种天气 那么再往后可以看到游戏当中可能还会有动物 那就非常不错了 很有沉浸感 再往后是复刻不是复刻回归的第一台经典车型 这边是JGTC还不是Super GT 这边是JGTC的一台Supra 它是TOMS的Supra 然后是这个叫加斯多的一个涂装 那么这台车可以算是GT赛车的一个封面车型 可能很多小时候第一次看到GT赛车的这个玩家 就是看到的是这台车型 那么再往后是GT赛车的一个红蓝的logo 那么最后看到的是保时机917 刚从沙漠的场景切换到了一个雪天的场景 我们仔细看一下 以前我之前可能就认为它只是一个拍照模式 但仔细看它这个车身上是有雨滴的 然后地面做的比较的粗糙 然后轮胎它是有欠进地理的这样一个bug的 我觉得这个bug可能在实际游戏当中会比较难处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场景可能真的是一条雪山的一条赛道 那也就是说雪天可能会成为游戏当中的一个天气 那么如果它能够做到传统的赛道上面 比如说像纽伯格林或像红牛这样的赛道上面 如果有雪天开的话那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因为据我所知目前好像只有赛车计划三 能有纽伯格林雪天赛道的这样一个赛车计划二 会有雪天的这个纽伯格林的一个状况 接下来是回到了山间 然后又是一条公路赛道 那么接下来又是来到了城市当中 应该是首都高速 最后是回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赛车批方当中 将来会是什么呢 接下来是丰田吉亚86 再往后是两台Vision GT的新车 兰博吉尼的概念车以及捷豹的概念车 捷豹这台车还是相当相当漂亮的 这边又是一台回归的赛车 奔驰CLK GT1 不是那台起飞的CLR 这台车是四元灯非常经典 我有一台雷速冬的遥控车 就是这个涂装的 好再往后这是法拉利FXXK 那么这是它的方向盘 再往后是GT赛车7的一个主页 主页当中有几个图标 我们需要来关注一下 首先是远端 首先是远端的架效的图标 在这边肯定是赛车执照的一个培训 那么这边给大家看一个网页 这边是GT赛车 最近刚刚发布的一些新图片 就在昨天还是前天的样子 我们往下翻 可以翻到架效的一个系统 这边有一些非常基本的训练 那么之前我们一直说 你只要在GT赛车 GT Sport这样的游戏当中 完成了全金架效 那么你去玩其他的模拟赛车游戏 也能够基本上能够取得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了 它的培训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再看一下它的赛车执照 执照是国家B国家A 然后是国际B国际A 然后Super License超级驾照 这个跟现实当中FI的这个驾照的这个分级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宣传片当中 那么宣传片当中这里还有一个咖啡的图标 这个叫Grand Turismo Cafe 这个起什么作用 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详细的解释 下边呢我们看到还有这个改装电 两个改装的图标 那么这个轮毂应该是指的赛车外观的一个改装 包括宽体包围等等 那么这里是赛车性能一个性能的一个改装 在这里的话还有一个类似于博物馆 汽车博物馆收藏馆的这样一个图标 这里可以看到是一个经典老爷车的图标 不知道是收藏还是一个博物馆 那么在远方右前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之前FIA eSports FIA Sports Game的这样一个logo 那么这也是让我觉得就是说 像GTSport这样有线上匹配的 有评分系统的这样一个竞技性非常高的联系系统 还会继续存在GTS赛车7当中的这样一个线索 我觉得可能GTSportGTS赛车的这些电竞 可能继续会在GTS7当中出现 好那么接下来的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东西 好这边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涂装兵器器的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涂装能够改什么 我们能够改这个旋转的角度能够改它的放大倍率 以及它的透明度啊 那这样我们可以搞半透明的涂装出来了 好再仔细看啊 这边真的是一帧就有很多的信息啊 这边可以看一下涂装能贴在哪里啊 它能够贴在车身引擎盖后视镜尾翼车窗啊 这点是这个痛车大佬狂喜的吧 车窗上面可以贴贴纸的 再往后是这个挡风玻璃上的这块遮阳的部分 还有otherother不知道是什么啊 再往后可以看到decal texture 也就是说我们贴上去的贴纸它可以有不同的材质 首先看到的是glossy decals指的是亮面的啊 光滑的这种贴纸 那么肯定会有哑光的贴纸 其实我还非常希望能够有这个金属的啊 chrome金属的这样一个贴纸啊 金属面的这个是现在赛车上面用的很多啊 非常的漂亮 再仔细看啊 这边我们看一下能够看到最大能够贴几层啊 我们看到这边它写的是300层啊 最多能够贴300层的贴纸 它已经用了211层非常的不错啊 看一下这周这当中会不会有错过的东西呢 哦这边是这个跟gt sport一样 应该是能够让大家去上传自己的logo啊 上传自己的logo或者贴纸去贴到赛车上啊 我觉得这个系统还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只不过在ps上面操作可能会比较的麻烦一些 可以看到贴纸贴完之后 这台车还是非常漂亮 车的动态也很漂亮啊 那这边可以看到塞道边非常精准的一个反射啊 这边是护栏 这边也是护栏 然后这个贴纸啊 可以看到贴了贴纸的部分 它的反射确实没有漆面啊 黑色的漆面啊 蓝色的这个漆面那么的明显啊 所以说不同的材质还是有不同的反射的 好 这边是拍照模式 我也没有什么多说的 据我了解GT赛车期应该是提供了2500个以上的拍照地点啊 比GT Sport又是翻了一番 那么到这里是刚才说的一个博物馆 还是收藏馆的这样一个图标吧 可能是你私人收藏的一个收藏馆 或者说是一个博物馆 我们看一下 那么他们既然是卖车的 那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博物馆吧 你可以买其中的一些赛车 可以看到这都是一些经典的车型啊 这里应该是一个什么参加比赛的入场券吧 然后这边有个track open啊等等等等 那么他这里呢有一个任务的要求 你需要拿到这台车 拿到这台车 拿到这些车 这些车可能就是可以看到collection啊 Japanese compact cars 可能你需要收集日本的这些紧凑型车 不管是通过比赛的赢取也好 还是通过买也好 或者说二手车市场交易也好 你只要能够获取这些车啊 就能够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之后 你就能获得相应的这个奖励 相当于是给你去收藏GT赛车里面 这些那么多的这些车型啊 给给你一个目标 给你一种方式啊 也可能一定程度上起到一定的这个教育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了GTR的全家 那么他还可能会告诉你GTR前几代有什么车型啊 奔驰SLS前几代有什么车型等等等等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二手车的交易市场 那么这边就是二手车交易市场 可以看到他有车辆的一个行驶里程啊 他车辆的一个车况啊 他的价格等等等等 那么可能有些车会比较容易找到 有些车就可能比较难去找到 需要大家一直翻一直翻啊 就跟你现实买二手车是一样的状态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宣传片当中来看啊 这边是纽伯格林北环啊 好这边是赛道 那么目前赛道没有什么太多的新赛道 都是一些回归的旧赛道 这边可能是 呃可以看到这边 这个你眼睛看不到 你平时眼睛驾开车的时候 眼睛看不到的部分做的还是比较粗糙的 它是为了节省机能啊 让主机上面能够尽可能流畅的去运行 这边是下雨的助波赛道 这边是回归的Laguna Seca赛道啊 那么这边值得看的是上方 我们看到了福特GT race car 看到了吗 这台福特GT的GTE在之前的游戏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这台车在其他游戏当中出现的也是比较少的 目前只有iRacing是有这一台赛车的 那么仔细看一下上面还有MenuBook 这个应该就是这个之前说的这个Gran Turismo Cafe里面的菜单啊 他现在正在收集的是Japanese Sports Car 1啊 那么这边是你的一个这个这个货币啊 然后再往后是这个车的组别啊 Gia3应该是跟GT3是一套的 然后是他的车的一个评分 Daily Workout应该指的就是你每天的一个每日任务啊 你跑了几公里之后你就会获得一个奖励 可能是车啊等等 那么再往后是再往后是你的经验值和等级啊 越野赛这边是乐盲赛道啊 乐盲赛道可以看到仍然是非常多GT Sport当中的一些赛车 这个是这个917这个是新车啊 后面是GT Sport当中已经有的一些车型啊 啊这边重头戏来了啊 车辆的改装系统 刚才我在开头的时候是讲错了 他总共有五个等级的改装 Sports Club Sports Semi Racing Racing和 Extreme 那我很好奇这个 Extreme里面会有什么 因为大家如果完成玩过极米飞车15的话 应该知道极米飞车15当中的这些赛车 他是可以直接改装成厂车的啊 Works指的就是呃这个直接拿厂车用来做来 呃就是场队做来呃直接去参加那种大大型赛车赛 适用的赛车都是一些宽体啊防滚架等等 这样的这个内容 那么在右边我们还可以看到车辆的一些评分啊 然后还有这个车辆的一个行驶里程以及他的机油啊引擎啊一些其他内容的一个状态啊 目前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还要给大家看一张截图啊 继续看一张截图 呃这边网上找到一台nsx type啊啊在这边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了呃同样下面有一些车的一些状况啊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右下角一个非常明显的wide body啊wide body也就是说这些车是他是可以改一个宽体的那先接下来我们等会再看他能不能改他的这个单独的去改他的包围啊 那么再看上面车的维护方面有一个洗车啊50也回来了 那么再往后是换油水引擎的大修以及最后这个restore rigidity应该就是修复可能车的行走系统啊或者整个车的车架的一个紧致程度啊 那这个翻新大家都知道现实当中做这个是消耗非常大的所以价格也非常非常贵啊 所以说GT赛车做的真的是对于车迷来说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致啊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么将来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宣传片当中 这边可以买东西啊这边看到是车的尾翼的一个改装加来是车的轮毂的改装可以看到轮毂呢我们可以选择他的尺寸啊 呃对应该是能够选择他的一个尺寸啊跟GT赛车一样那么再往后是一些性能件好这边来了啊这边非常关心他很他非常的狡猾啊在这一针在转场的时候我们眼睛还没有看清的时候他来了一个包围的变化 仔细看这边是他的侧群这是一台Super啊从这个样式变成了这个样式啊侧群单独发生了一个变化 BBS的轮毂再看他的后包围后包围上来的时候同样也是有一些碳纤维套件的再往后 奔他又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碳纤维的套件 所以说呃从这个场景来看他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我可以单独改每辆车的一个包围件对不对 呃那么这边我们还要再去看一张截图啊 嗯上面还有啊这边是nsx type r啊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车辆的一些改装信息同样他这台车是一个宽体对不对旁边有台原厂车啊 呃这边可以改的有轮毂啊漆面以及custom parts可以看到他custom parts是包含了整台车啊几乎每个部位都可以改啊跟GBV车当中非常相似了 然后是raising items这边有老外猜测说指的可能就是车内的防滚架运动作与运动方向盘等等这些所谓的raising items对不对 呃那么再往后是车牌啊啊啊啊里面可能会包含车牌呃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呃车辆的这个涂装再往后是create style 那么可能就是指的是每台车可能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模式啊可以说是比如说有赛道模式你保存一辆对不对街道模式你保存另外一辆甚至还有可能有这个越野模式啊再保保存另外一辆这个跟标标库车神的crew里面啊非常非常的相似啊还还可以就快速的读取每辆车的不同的style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宣传片当中 再往后保时捷球要turbo啊啊啊接下来又到了这个操控性的环节了啊这边是雨天啊雨天仔细看左下角有一个100啊在轮胎的旁边有一个100那么整体的它的界面跟GTSPORT是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已经是一个设计的相当不错的界面我觉得没有没有必要去改啊呃可以看到这个轮胎信息的左边有一个100上面是两个雨滴对不对 这表示的是湿度啊赛道的一个湿度我们仔细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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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往后往后仔细看 99989796959493啊来到了甘地他就变成了零也就是说至少在游戏当中对于地面的湿度状况他是有一个数值来描述的那么这个数值肯定一定会影响到赛道的一个抓地力啊会影响到赛道的一个抓地力不像在以不会不会再像以前一样赛道的每个部分他抓地力都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看一票这个截图啊 我们继续回到上边这边同样是助波赛道的这个弯啊可以看到地面上有一个橡胶的堆积啊有橡胶力对不对这当然这个是胎使了会让这部分的抓地力变差那会不会意味着我赛车现场越跑越多它的橡胶越堆越多会不会抓地力变好呢对不对那么再看到赛道稍微有些潮湿的状况啊可以看到这边是湿的赛车线是完全是干的再往后啊赛车线 仍然是稍微有一些干啊相对来说比较干而非赛车线呢它是有水糖呢是比较湿的再来勒芒赛道这边好像是一个没有完全干的状态地面上还有一点点的水啊非常的细啊非常的细 再往后是赛道有一些湿的状况啊有一些部分已经是先湿起来了再往后呢已经出现了水坑的状态我不知道这些水坑会不会影响到赛车的一个操控我希望他能够做到如此的细致啊他能够做到如此的一个细致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宣传片当中再来看啊好那么这边赛车的可以看到游戏整体的一个画面啊呃虽然说没有大的提升但是看上去更加的细致了 以前的极体赛车在我的眼中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他就是一个呃没有办法去近看啊没有办法在显示机上近看反而在电视机上远远能玩会在远远在电视机上远远能玩会更加的舒服的这样一个游戏因为他游戏的细节受制于机能会比较的差一些啊那么在加入了这个光追呃 以及一些其他的新技术以之后我觉得可能整体的画面的稳定性会提高很多啊稳定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这个GT赛车来说啊他这个游戏画面好的场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在某些场景下他会显得特别特别的差我在玩GT5的时候会明显的有种感觉就是好的画面跟差的画面实在差的太多了这种对比会让你受不了 所以说可能一些传统的模拟赛车的游戏在没有光追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也会有但是他们的画面毕竟好的部分没有GT赛车做到那么做到那么那么优美对不对所以说他的对比呢也不会那么强烈所以说呃在GT赛车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是特别特别伤的那我觉得在机能提升特别是有了光追之后呢可能这一点会比较好那么大家再仔细看一下后面的这个场景啊这个场景是没有达到60帧的对不对跟前面对比明显是比较卡所以说可能在呃 比较复杂的场景下面他们还没有优化好那么仔细看这个隧道当中的一个场景啊隧道当中啊这个隧道上方的这个材质啊有哑光的部分也有亮面的部分啊这个不同材质的反射还是非常漂亮的那么看前面的这个赛车这是杰棘TC的这个R34 非常经典的车再往后是阿尔法罗密欧15V6T啊他真的是把Super GT跟DTM又一次扯到了一起前面这台阿尔法罗密欧被称作铁血战车啊非常经典的一台万转V6发动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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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M赛车所以他的眼睛听起来跟现在的F1是很像很像的这边是两台经典的赛车在山中产斗这边是吉亚亚历士这边是兰博吉尼的这个经典的一台赛车 法拉利FXXK 这边是保时捷917的概念车 这边是这边是站直当中使用的一个车型啊这边全都是些虚拟的赛车啊哎刚才好像我一好像看到了villow spring啊那么这边是这个这应该是首都呃首都高速吧 这个是shoto express对不对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场景下面这些烟雾这些车的反射啊 真的是觉得做的非常非常的优美这些场景就感觉像完全就是从速度于居心4里面开头的那个那个飙车场景里面搬出来的这个雾气啊光照非常的漂亮 但是镜头扫到一边来到这里可以仔细看到他这个轮胎的烟雾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敷衍啊 我一直觉得呃轮胎的烟雾对于赛车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呃像ac呃神力科莎的这个csp啊做出这个新的烟雾之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我希望真的游戏当中能够能够做的更加的精细一点 这边是再次来到来到了主播的赛道可以看到赛车线和非赛车线干湿程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呃这样一个变化可以看到地面上你看还有这两条白线啊你看这个这个是主播的另外一个布局啊 他这边是有两条这个嗯就是地上隐隐约约的一个白线的这个白线上面可以看到水啊堆积的比较多他有一个亮面的状态呈现出来啊 所以说还有这个地上的橡胶啊这个下雨天的时候这个地上橡胶的这个反射会比柏油的反射要更强烈一些 所以说有橡胶的部分他也体现出来了不知道这些所有的东西会不会是动态的会不会完全去影响到这个赛车的这个抓地力啊如果说能有的话那真的是太强大了 那我相信GTPS5的这个技能应该也能够啊能够做到这一点 好那么这边就是所有宣传片当中的内容我们再去看一看这个截图当中我有没有漏掉的东西啊 这边都看过了看过了呃赛车的改装 看过了这边是high speed ring high speed ring这边是也是一些截图拍照模式拍照模式涂装编辑器涂装编辑器 这也是涂装编辑器啊可以看到这边的赛车的这个材质啊看上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希望不只是渲染图二手车市场cafe 呃赛车驾校也说过了这边是他的主页呃赛道啊赛道目前没有看到传统赛道目前没有看到什么新赛道啊 我们只能尽情期待了呃这边是赛车的一个批房 try mountain可以看到这个草地做的非常非常的精细啊 再往后 这应该是老图了老图了 老图哎这边可以看到这个仪表盘啊 这个仪表盘看起来像是保时捷的风格啊可以看到仪表盘周围的这个反射真的是非常的精准你甚至能看到上面的k 对这边应该是kwh啊kmh 这应该是一个某一个数值吧啊可以看到是kmh啊这边反射出来的这个反射真的是非常的惊喜啊完完全全就是光追的一个眩可能是在炫耀自己的光追吧 再往后是bacmodel这台车可能是目前游戏当中的一个新车啊 他说captured on playstation 5 呃可能ps4就很难去享受到这样的一些细节了吧 好 那么目前这就是所有的我们知道的GT赛车器的信息也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 那么我非常非常期待明年2022年的3月4日啊大家再见